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今天专门跟大家讲一讲 这叫信息娱乐系统的这么一个升级之后 有些新东西唐大叔玩了一会儿 觉得还是有些变化吧 值得跟大家说一说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 轻轻北美代购 独家冠名播出 那18年产品出来之后 Uconnect系统升级第二代了 然后有了蛮多变化的 那这些系统车载的咱们叫Infotainment 就是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 就是娱乐信息系统 今年我觉得最大的变化 发现就是说有车载Wi-Fi这一块 4G技术慢慢的已经开始普遍了 速度很快 整个成本已经基本可控了 所以车上现在开始车载的这些Wi-Fi东西 随着这个之后就有一系列的 因为你有Connectivity 你可以联网之后 很多好像以前路况信息 没法实时路况信息 没法看因为没联网 有了联网之后 这块就有了 第二的话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这些东西之后 你手机上很多东西 一些功能都在这上面 反正触屏也跟手机上速度很快 对吧 整个Uconnect大家都比较公认 说是车载系统里面 最好用的系统之一 很像手机 如果喜欢什么东西常用的 我就可以拖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下面像手机一样常用 所有的App里面 最后一页或者到后第二页 到手第二页 它会有设定 就像手机里面 很像这个主题颜色 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喜欢 其实它是可以换不同主题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三个 就有点像皮卡 就是1500里面 长脚牛Longhorn 那个主题的感觉 可能更适合男性一些 刚刚比较年轻化一点 可能适合年轻的男性或者女性 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 现在有车载的Wi-Fi了 但这个你是需要去买的 到时候买好之后 你的车就有联网了 现在来讲 车载的Wi-Fi这些价格 我还没研究 但可能刚刚开始 不会像手机上的那些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没关系 可能过了几年之后 这些东西都会用得很熟悉 也经常用了 现在是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但咱们18年的车都都有了 第二的话 比较大的变化 我发现就是说这一块 原来倒货镜上面 像好一点的皮卡 你看这个点自动会变暗 后面如果发现有头灯 晚上的时候照着咱们 但最主要这几个建有了 第一 Assist里面 我刚刚看了一下 比较实用的一个其中之一 你按完之后 8.4寸的荧幕 就会进来这里面 现在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联网 也不能打电话 也不能干嘛 但是设定好之后 道路救援 很多东西 就像个人助理一样 而且是有真人 有点像咱们中国 什么道路之星 什么那些服务的 当然也是个服务产品 肯定会有点成本的了 大家这些东西肯定会慢慢熟悉的用起来的 第一个这些变化 对吧 有WiFi Connectivity了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的这些东西 第三 在导航里面慢慢的会有这些适时路况的情况了 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吧 这些都是升级之后的了 整个系统速度也变快 整个萤幕解析度好像也好了一些 那咱们也可以看看到后影像的 这个差不多 萤幕好了 那也到后影像应该是同一个 但是萤幕我感觉是 看上去是更好了一些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那18年以后 看到所有产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了 多了一些功能 因为之前有人问过唐大叔的 这个车里有没有WiFi 那如果下次有机会 有WiFi的这个车子 如果能拿来看看 我会再跟大家讲讲 但是好的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那记得给唐大叔点赞了 如果不喜欢 不要给我差评 尽量在留言区里面互动了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 可以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新的YouConnect 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加拿大风格华 喜欢吉普 喜欢皮卡 可以来找唐大叔 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 依然这么多了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